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Q1,Q2,Q3 这个三个点电荷 其实它是代表一群的 一群可能不止三个 那我就是拿三个来代表 那么这三个电荷 在P点会建立电厂 那这个电厂我们要怎么样子求呢 怎么样子做呢 那我们就想 我们没有学过这三个电荷所产生的电厂 但是我们学过什么呢 一个电荷产生的电厂 对不对 一个电荷产生的电厂 好,那么我们就 看看能不能 把一个电荷的电厂 推广到三个电荷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看这个 一个电荷 如果只有它存在 这两个都不存在 那么Q1在P点产生的电厂 E1是什么 那根据我们 点电荷的电厂 我们知道它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就是F1 它在 对这一点 如果你有一个 Q'在这里 就是Q在这里的话 那么它会有一个F1 库伦力 也就是静电力 然后被这个Q来 被Q1来除 被Q来除 它就变成这个 就是 只有一个点电荷的时候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然后我们说 如果单单只有Q2在这里 那么它在这个位置产生的电厂 这个我们可以用点电荷的公式来做 它就是这个东西 4πy0分之1 Q2 over R2平方 R2 univector 然后Q3也是一样 那么 Q3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厂 它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不一定是朝这里 那要看Q1 Q2 Q3的符号 比如说Q3 Q3如果是正的话 那么它的电厂是朝这一边 如果Q3 这个是个负电荷 它的电厂是跟这个方向相反 这个是单独一个电荷 存在的时候 所产生的电厂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Q1 Q2 Q3 Q3 它的电厂是什么 那么 那怎么办呢 你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你现在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那我们知道单独这三个电厂存在 它的电厂是这个 那么同时存在 就是说这一点呢 同时有三个电厂分布在这里 那这三个电厂 统统作用在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考虑 这个电厂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量 你看这个电厂是什么 它的量啊 就是F over Q 就是单位电量 单位正电荷所产生的力 所以它就是力 那我们在上学期不是学过吗 如果有三个力作用在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指点 那么这三个力呢 它可以有一个合力 这个合力啊 就是三个力的合向量 对不对 基于这个理由 因为它是力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 你看它是飞母Q都一样哦 那么就等于Q Summation F 就是这些全部加起来 就是总电量 总电厂 那就是F1加F2加F3 那么这一项一项一项 那就是E1加E2加E3 那因此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P点产生的核电厂 就是等于 这三项之核 这三项之核 我们可以把共同项提出来 里头共同的数 4Py0分之1提出来 然后这些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符号 就是加起来的符号 不过它每一个都有向量 所以是向量核 这就是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那么各位就要注意说 我们本来只知道单一电荷所产生的电厂 那现在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电荷 我们发展出一个方法 就是一群点电荷 有N个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厂 那记得要注意这个方法 就是第一章 第四个例题 因为里头有一些符号 写错了 那么我现在把它更正 更正就像这个 现在的 好你看 就说这里有两个点电荷 Q1跟Q2 一个是正12乘10的负九之方库仑 一个是负12乘九之方库仑 相距呢 0.1公分 那现在有ABC三点 它的位置分别都写在这里 那问这两个电荷 在ABC三点 分别建立的电厂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要做这个题目 我说过 你首先呢 要认清楚这个题目要你做什么 他要我们求电厂 那我们就盘算一下 我求过哪一些计算电厂的方法 像点电荷的电厂 就是一个点电荷的电厂 然后就是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那么这个两个就算是一群 一个以上就算是一群了 那么我们就用一群点电荷 求电厂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那现在这I呢 就是E2而已 E2 OK 好 现在要做这个问题啊 那一般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 我们都用存量来做 存量 就是Q温 在这里产生的A点 产生的大小 电厂大小是多少 求出来 Q2在这里产生的 Q2在A点产生的电厂大小是什么 也求出来 然后这一点的电厂呢 都是下X方向的 两个都是下X方向的 所以就两个电厂的大小加起来 然后乘上这个方向 这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要学习 全程都用向量来处理 因为以后的这个 有关物理方面的 与物理有关方面的这个书本 课本 它都是用向量来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用向量来处理 比如说A点的电厂 是由这两个电厂 就是Q1跟Q2 那这个是共同项提出来 那么Q1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大小是这个 4π0分之1 乘上这个 然后这是它的方向 然后Q2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大小是这个 然后方向呢 也是朝这个方向 我上一次是这个地方 这个写成负号了 那么 这个都写 写出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就把数字带进去 4πA0分之1 就是用这个带 x 单位向量提出来 然后Q1 Q2都是用正的 然后这个是 0.06m2 这个是 0.04m2 然后这样算出来呢 它的方向是朝 x方向 大小是 9.75乘10的 4次方个 Newton per coulomb 好 Bton也是这么算呢 也是用这个式子 那么 Q1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它是朝哪个方向 朝负的x方向 大小就是这个 这个距离就是 Q1B 4个cm 然后 Q Q2 它是负的 负电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是朝这个方向的 所以它是正x方向 那这个 带进去 同样的 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说呢 它的 最后的这个方向啊 是朝 这个方向 朝这个 x的 负方向 朝x的负方向 就是说这个 因为 因为这个大小是一样啊 电量大小一样 但是距离 这个比它小 分母比较小 所以这个分数比较大 但是它是朝左边的 所以整个都是朝左边 然后我们看 C点 C点的话呢 你Q1到这里的距离 也是10公分 Q2到这里的距离 也是10公分 也是10公分 那就大小都一样了 大小都一样了 那么 那这个 就是Q1Q2 over 就是 那这个 你看 Q1Q2 我们只算它的绝对值的话 那么 应该是大小都一样 好 那么它的方向呢 这个方向 就是朝 因为 这个是正的 正的话 它电厂朝这边 朝这边的话 你把它分成 x分量跟y分量 x分量 是正的 y分量也是正的 那么 这个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是这个方向 它x分量是正的 y分量是负的 因此 那我们就 把这个 大小提出来 大小提出来 这个应该是加一个 绝对值了 我们都取它的大小 大小 好 然后得到的结果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我这里都是全程用 向量来表示 那希望各位 以后 你做题目的时候 能够用向量表示 尽量用向量表示 因为以后的教科书 你学的很多 科学上的教科书 通常都是用 向量表示 有关物理量都是用向量表示 好 那么我讲义上面也是符号错掉了 我也改正了 更正 那么更正的部分呢 我把它另外 po在 网络大学上面 你们可以去那里 把这个立体 1x4 把它download下来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什么叫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积 任意体积 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圆的或者是椭圆的 那它的电荷是连续分布在这个里头 这个是它的体积 那么这里有电荷 当然在这一点会产生电厂了 这个电厂我们要怎么做 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方法 有点电荷 修电厂的方法 第二个 一群点电荷 修电厂的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 我们看 这个怎么办 它是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么在上次我都讲过 比如说一个物体 它可以当作是无限多个指点 所组成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体积里头的电荷 当作是有无限多个点电荷所组成 每一个点电荷都会在这一点产生电厂 对不对 每一个都会 那么每一个点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厂求出来以后 这一点的像 各点的点电荷的像量和就是这一点的总电厂 但是 你无限多个像 你怎么办呢 那么连续分就告诉我们了 连续分就是做这个用的 我把这个物体分割 分割成无限多个小小的体积 其中有一个 我们现在用DELTAQ 就是DELTA TAU TAU就代表体积了 DELTA TAU就是这个的体积 乘上它的电荷密度 就是单位体积 有多少电量 那这个就是这个小体积的小小的电荷基数 那这个电荷基数会在P点产生一个电厂 就是DELTA E 这个DELTA E我们可以用点电荷来做 那这里就是我讲的话 DELTA E 它就是4πε0分之1 DELTA Q over R平方R Univector 这是一个 但是它里头有多少个像这样的一个小体积基数呢 有多少个 无限多个 无限多个 每一个都会在这里产生电厂 它的大小跟方向都不一样 那么这里的总电厂呢 就是这些小的电厂 无限多个小电厂 它的向量和 那我们就把这个 DELTA E就是当成 就是这个 假如把这个分成无限小 无限多个 无限就是DELTA E是这个产生的了 如果把这个分成 当成无限小的体积的话呢 这个就是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说DELTA Q Approaches 0 小的不得了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数字带到这里来 4Piε0分之一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这个 apply到这里以后 就把DELTA Q 变成DQ 变成DQ 这个是 这个电厂 激素的公式 那么总电厂呢 总电厂就是这个 7分呢 就是 这个7分 就是这个7分 你看它的 式子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 知道你要用这个 不简单 不简单 那么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DQ呢 它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Rho 把这个 把DELTA 换成D Rho DT 或者是Rho呢 就等于DQ over DT 它叫做 体积电荷密度 好 这是一群点电荷 求电厂的公式 你要把这个也记住 这个也记住 通常 因为这个积分号里 都有向量 向量不能积分 积分只能够对存量 做积分 它是代数核 它不能做向量核 好 那么我们就通常 如果这个会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方向 你看 它的方向在这里 如果这个 激素在这里的话呢 那它的方向 就是朝这一边 方向会变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从这里着手 等一等我会 讲立题 这个 用起来不简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 电荷 分布在一个体积里头 现在 还有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电荷 只分布在这个物体的表面 你看我这里有画 小小的格子 就是它的表面 表面 它表面呢 它的电荷呢 叫做Sigma 有没有看出来 Sigma 它的每单位面积的电量 就是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是Sigma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表面上的电荷 不是均匀的 那么要求这一点的电厂呢 我们就把这个表面 分割成无限多个 这种小小的表面 它叫做Delta S 就是我们取一个代表 这个是Delta S Delta S乘上Sigma呢 就是这一点的电量 Delta Q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啊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点电荷啊 所以点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厂呢 就是Delta E Delta E 它 Delta E 那么 每一个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 都有Sigma分布 都有Delta Q 所以在这里有好多个电厂 如果把这个分成无限多个 体面积基数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厂就是 还是用刚刚 这个就是刚刚上面的式子 只不过怎么样呢 它现在的DQ啊 就把这个Delta 变成D 这个变成DS 就Limit 这个Delta S approaches zero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DQ呢 就等于这个 Sigma等于DQ over DS 这是面积基数 还是这个式子 跟上面的一样啊 那么第三个 就是如果我这个电荷只分布在一条线上面 不一定是直线啊 不一定直线 在这条线上面有电荷 那么在这一点产生的电 P点产生的电厂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一样 把这个分成无限多个小小的直 小小的线段 每一个小线段 比如说我们这里取一个 说DL 很小很小 我是画是画这么大 要不然都看不见了 DL 乘上它的Limit Limit 就是单位长度的电量 就等于这个长度里面 DL里面的这个电荷DQ 它在这里会产生电厂D1 那么这里也有DQ 这里也有DQ 这里也有 于是这个地方有好多个D1 对不对 好多个不同的D1 那么它的总电厂呢 就是还是这个值啊 还是这个D1的积分呢 不过 这个DQ 现在你要用什么 Limina DL Limina 就等于DQ over DL DL叫做线技术 Line Element 好 现在我们来举例子 怎么计算 你要特别仔细听的 要特别仔细听的 以后算这样的题目 你要规规矩矩的把它算出来 不要随便乱算 现在这个问题是 我有一个无限长的直线 线上有电荷均匀的分布 就是分布在这里 它每单位长度的电量是Limina 那么这个 这个电荷 在P电产生的电长 是什么 要求这个电长 那P呢 跟这个直线的垂直距离是R 好 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拿到题目怎么办 马上就算吗 马上就算吗 不要马上算 那看看这个题目做什么 它要你求什么 求电厂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弹算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计算电厂的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点电荷 点电荷的电厂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那现在我们要用 这个也不是一群点电荷 这不是一群点电荷 更不是一个点电荷 那它是属于连续分布的电荷 所以我们就要用连续分布电荷 来求电厂这个方法 你看 我们由这个做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要了解它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上面的电量是连续分布 我把它分成无限多个小线段 每一个线段上的电量是DQ 每一个DQ在某一点会产生D1 那么每一个DQ在这里产生不同的D1 它的向量核就是总电厂 那这个就是 我取一个代表 这个电荷基数在这里产生的D1 DQ就是这一点的DQ 我在这里取一段 长度是DZ 乘上L 乘上Lam 就是DQ DQ在这里产生的电荷是D1 你看 第一个我把这个式子写出来了 对不对 有没有图啊 有图啊 你如果没有图 你就写这个东西 谁看得懂啊 你D1是什么 DQ在哪里啊 R代表什么东西啊 RUnivital又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人看得懂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配合图 你看RUnivital在这里 对不对 DQ在这里 R就是这个 然后 我们说这个只是其中一个DQ产生的D1 那么全部呢 那你要用这个式子 OK 好 就说我要取一个电荷基数 这个基数怎么取 怎么取 你说图上就说 这里有一个DZ 长度的 一个长度 乘上Lam 就是DQ OK 好 那么我们说过 它的总电场是这个积分 而这个积分呢 因为它有向量 如果这个向量 会因为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会因为DQ的位置而改变的 那这个积分不能积 除非你这个 R不改变 任何一个D1 任何一个DQ产生的D1方向都相同 你把R 等一等 可以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那里头剩下纯样才可以积分 那现在到底这个会不会变呢 你要分辨一下 那就是说你看 我DZ在 DQ在这里 D1的方向在这里 如果DQ在这里呢 D1的方向在哪里啊 朝这个方向 对不对 朝这个方向 有没有改变呢 有改变呢 有改变呢 所以说 D1的方向 随着Z 随着Z的位置变换而改变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这个是个向量 没办法积分呢 好 那我可以把这个 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把它分成分量 比如说这个D1 我可以分成R分量 跟Z分量 R分量方向始终朝这边 Z分量不是朝这里 就是朝这里 我们可以当做都是朝这个方向 一个是正一个负而已 好 那就先把这个 D1呢 分成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D1R 成是R Univectal 这里 因为我 没有画出来 画出来的话 这个图太乱了 你看嘛 它在这里产生的一个分量 是这个分量 R分量是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是什么 D1 D1乘上 Cosin Theta 对不对 方向是R Univectal 还有一个是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它是D1 Sin Theta 方向是Z方向 所以 E我们现在就可以 一个一个G 这个就当做是ER 这个就是EZ 所以ER是等于R 这项的积分 R Univectal 因为通通朝这一边 提出来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ER呢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D1带进来 D1带进来 4Pi 会改变的数字 会改变的数字 来积分 这个里头我们都知道 Z会改变 对不对 它在这里移来移去 这个 DQ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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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in Theta跟R 是不是变数啊 那你看看 当它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Sin Theta变了 所以Sin Theta也是变数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个距离也变了 R也变了 所以这个也是个变数 也是个变数 好 那现在 有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不能积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就把这三个变数 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来 然后呢 把它变成同一个变数 好 那我们就找这个 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 R Theta 跟Z 它在这个三角形 三个变上面 当然有关系了 那我们就将三个变数 化成同一个变数 第一个就是R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等于什么 R 大R的 Sigma Theta Sigma Theta 因为 0边比斜边 是等于CosTheta 那斜边比0边 就是Sigma Theta 好 那么 Z呢 这是大小啊 看这个三角形 这是 这边的长度 比上R 是等于Tangent Theta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绝对值 就是指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等于负Z 为什么负Z呢 因为这个是Z轴 Z轴是垂直轴 上上的是 原点以上的Z是正 原点以下的Z是负的 所以 这是负 负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应该是负的 所以负负要得正 OK 等于R Theta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两端都集 为分 为分的结果就是 DZ要等于R DZ 它有个负号 本来就有个负号 Tangent Theta 为分是等于 Sigma Theta D Theta 这个为分要记住 以后常常用到 Tangent Theta 的微分等于 Sigma Theta Tangent Theta OK 好 那 我们现在 就将R等于R 等于R Sigma Theta DZ等于这个 带到ER ER 我们本来是写成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R 用R Sigma Theta 带进去 DZ呢 用这个 带进去 你写这个 诗子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我们最好 要括弧括起来 就是说这个 相当于这一项 这个 相当于这一项 因为 我们做一个题目 有时候很复杂 会写错 到最后你发现 这个当中有写错的时候 你要回来检查 对不对 检查的时候 你就 和对这个就好了 这个 都相对了嘛 一项一项 你如果 没有把它写出来 然后或者是 一下子你就把这个 C跟平方 Theta 就约掉了 那你检查就 很困难 你不要马上就约 这里面 我们现在把这个 C跟平方 Theta 约掉 R平方跟这R 约掉一个 提出一个来 这是常数嘛 然后就是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 负号提出来 Cos Theta D Theta 积分就是 Sin Theta 然后把这个 这个积分就是 Sin Theta 把这个上下线 带进去 上线带进去 减掉下线 那这个呢 这个是 负1 这个也是 负1 负2 跟着约掉一个 就是这个 OK 好 那么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 Z方向的分量 算出来 Z方向 就是用这个 D1 不是等于 Sin Theta D1吗 那 同样的道理 你看 我们要不要 这样子做呢 不需要了 因为呢 我们只要把 这个跟前面 这个做个比较 这个跟这个 式子做一个比较 你看 这个一样 积分 上下线也一样 DZ也一样 R也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 这个是Z R方向 这个Z方向 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方向 所以不管 不同的就是 这个是 Cosin Theta 这个是 Sin Theta 那我们刚刚 算这个的时候 Cosin Theta呢 一直保留到 这里都没动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 就是直接 积这个就好了 就是这个 就是放在这里来 放在这里来 本来是Cosin Theta D Theta 变成Sin Theta 那现在呢 是Sin Theta D Theta 就变成什么 Fu Cosin Theta Fu F得正 把这个上下线 带进来 就是零 好 那我们就说 一本来就是 等于这两个 R分量 跟Z分量 的向量合 那这个等于零 只有这个 所以就是等于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全部的积分 就是这个 这个题目 我要这样子做 你如果 不太清楚 你回去 自己要加油 在积分上面 去加油 OK 我上学期 跟各位讲过 你们 如果积分 现在积分 应该学过了 对不对 积分应该学过了 学过了就好 没有学过 你要 要赶快 看一看 那个 微积分速成 就是 物理系的 网络上面 它有 简单的 微积分 好 那么 最后的 这个 这就是我们 上面的图 一就是等于 这个 实际上 这一部分 不需要做 我们可以利用 对称 电荷 对称分布 就判断说 它的 Z分量 等于零 因为这是 无限长 你随便取一点 做终点的话 上半部的电荷 跟下半部的电荷 完全一样 所以 这里有个D 有一个DQ 会产生D1 它有 Z分量 朝这个方向 R朝这里 那在它 对应的方向 也可以找一个DQ 它的电场 是朝这边 所以它有一个 Z分量 也有一个R分量 那Z分量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全部的加起来 就是零了 就是零了 对不对 零了 那就 不需要算了 所以以后 我们可以说 由电荷的 对称分布 我们发现 第一 就是总电厂的 Z分量 会抵消了 没有了 上下部分 抵消了 那么只有R分量 你只要计算 这个就好了 好 像这样的题目 你回去 仔细看一看 你做题目 要按部就班做 尤其你是初学 你绝对不可以 胡乱做 不可以胡乱做 你高中有学过这样吗 有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另外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说 我们有电荷 均匀的电荷 均匀分布在 这个圆圈上 这是一个圆 因为我们看的 这个位置 好像它是一个椭圆 其实它是个圆 它的半径是R 那现在有一个轴 Z轴 经过圆心 跟这个圆面呢 是垂直 我们当作Z轴 球 Z远处有一点P 它的电场是什么 这点的电场 你拿的题目还是一样 不要马上就做 分析 这个题目要我做什么 要你做什么 修电场 对不对 修电场 那我电场学过 哪一些方法呢 你算一遍呢 我们学过什么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这个是什么分布 连续分布 所以我们用连续分布 电荷的电场 开头第一个式子 就写出来 看到没有 看到我做例题没有 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我就知道 你会不会做这个题目了 不要写的第一个式子 我都看不懂 别人都看不懂 你这个式子 拿到全世界 别人都看得懂 再来 我就怎么取DQ啊 我怎么样子来取DQ呢 DQ是分布在这里啊 我就取在这个地方 在圆周上方 取一个电荷基数DQ 那DQ是等Laminar DL Laminar就是 我们用来代表 单位长度的电荷 Laminar 单位长度有Laminar电量 乘上DL 这段长度叫DL 总电量是Q嘛 圆周长是2πR嘛 所以Laminar就是Q over 2πR DL DQ有了 R是什么 R代表什么 从DQ到P点的距离 OK DQ到P点的距离 R R univector呢 就是从DQ 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的单位向来 我这个写是AR 也可以用R univector 就是朝这个方向 OK 朝这个方向 注意啊 图要画 你这个上面有的符号 图上面都应该看得懂 除了常数之外 OK DQ 在这里 R在这里 OK R univector就是AR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等于这个 第一什么方向 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好 这个方向呢 这是AR的方向啊 AR的方向啊 这个方向会因为这个 如果它在这里的话呢 它电场就是这个方向啊 AR就改变了 所以这个也是 第一会随着位置 DQ 随着Lamina的位置 DQ的位置改变的一个量 所以积分呢 没办法积 所以我们又是要把 又来了 要把这个式子 变成分量 变成哪个分量呢 一个是Tangential 一个是Z分量 Z分量 一个是这个分量 这不应该叫ET啊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呢 不过你这里把它算ET就ET了 本来T是代表Tangential Tangential 那这个应该就是说 应该是Transverse Transverse 也可以代表Transverse 就是横向 轴是这个 它是横向的分量 横向分量 跟Z分量 两个分量 那所以E呢 就等于 分成这个分量以后 这个Transverse 方向不会变了 就这个积分 Z也不会变 就是这个积分 有电荷的对称 我们知道 你这里有个电荷 D1在这里 D1T是这个方向 如果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荷呢 它这里产生的D1是这个方向 它有一个D1T是这个方向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将来这个向量核的话 就是这些产生的向量 加起来 那Transverse Direction的电荷 就是零了 那只剩下什么 Z方向 只剩下Z方向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就好了 那么D1Z等于什么 等于D1乘三cosθ D1呢 是等于 等于这个 4πY0 R分之DQ DQ就是Lamna乘DL 这上面有写过 然后这个式子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把这个常数提出来 提出来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三个有 Zeta L 跟R 它们是变数呢 还是常数 常数就好的很 我们可以把常数提出来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变数 我们就要把两个变数 变成同一个变数 那么我们看看 Zeta 你看 DQ在这里 它这个夹角还是Zeta 所以Zeta不变 是个常数 R呢 就是从这个圆周 到垂直 中心垂直轴的距离 都是R 所以这个也是常数 那就可以把Coseta 跟R平方提出来 只要记这个就好 那DL的积分呢 就是这个长度啊 2πR 就是2πR 这个积分就是2πR OK 所以你这里啊 其实可以写成 写成 AZ Lamina Coseta 2πR over4π0R平方 那R 平方可以跟这个 这是一个大R R平方分为大R OK 但是 我们最后的答案 要注意 你用的符号 一定要是它给你的 它题目只是给我们讲而已 这是一个 一个圆周上呢 有Q的分布 中心轴 P点在Z元 Zeta也没有给我们 R也没有给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画出图来 有这个数字 所以呢 你Coseta 不能用来表示 你一定要把它画成 它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量 所以你去看看 Coseta等于什么 等于Z over小R Z 小R呢 就是大R平方 加Z平方 开平方 开平方根 对不对 这就是Coseta 那R平方呢 就是R平方 加Z平方 你把这个 乘进去 那么 你现在可以把 Lamina 乘2πR 这个就是Q 就是它的Q 就是它给我们的Q 总电量 最后答案 就是这个东西 像这个可以把它当做 以后 在做题目的时候 往往可以把它当做公式 就是说 这个圆圈上面 有Q的电量分布 半径告诉你了 距离中心轴 Z远处的电场 有时候可以 就是你要积的比较 麻烦的题目 需要用到这个作为 一个电量基数 这个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公式 除非它要你求电场 你就一定要求出来 现在我们看看更麻烦了 这里有一个面 这个面的半径 面的半径是A 这个面的半径是A 密度是Sigma 求通过圆心与圆面垂直的轴上 就是这个轴 距圆心Z远处P点的电场 这个P点的电场 这P没有画出来 这P点的电场 那你现在怎么做 怎么做 你们有一个毛病 就是拿了笔就算 争取时间 这是错的 现在不考你时间 我要看你的思考的路线 你怎么思考要表现出来 所以现在你还是照我刚刚讲的 从题目上看 他要求电场 那我就盘算一下 我学过哪些求电场的方法 一个一个算一遍 点电场的电场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那现在是什么样的分布 不是点电荷 也不是一群点电荷 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这个式子出来了 有没有 在这个式子出来之前 你要做这样子分析 然后抓到说 我要用这个方法 有的人做了半天题目 没看过这个式子 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式子 也没有看到有图 那现在 我们要取DQ 取DQ在哪里取呢 当然在有电荷的地方 那我们的坐标都要画出来 它就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里有一个距离X轴 phi 角度的地方 取一个D5 D5 然后这个地方 距离 远点 S远的地方 取一个长度Ds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 SD5 这个面积 就是DQ 就是Ds 所以 这个长度 你看 就叫做SD5 那么 取电荷基数DQ 等于Sigma 那D A 这就是D A D A D A Sigma D A 就是它是Sigma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是什么 Sigma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写 这个写 D5 S D5 S D5 看看 写这个漏了一个 S D5 是这个 S D5 然后乘一个D S 这个图 这个被图挡住了 这个被图挡住了 等一等 这个被图挡住了 D S在这里 OK D S在这里 S D5 乘上D S 就是这个面积 就把这个人挡住了 回去再修正一下 那D E呢 你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D E就是这个 这个数字 现在要积分了 那积分 你看看 现在有两个变数 二重积分 D S S跟FY 明明告诉你是 两个变数 有二重积分 二重积分 那么 还有就是 它的方向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算这里 就是它的位置 就是S跟FY 这个位置 它的第一 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就是R Uni Vector 方向 就是AR 方向 好 这个位置改变 这个位置会改变 所以 第一会随着 电荷基数的位置而改变 因此 我们要把它分成 把电厂分成 两个分量 一个就是 Transverse Direction 一个就是 Z Direction OK Transverse Component Z Component 好 那么E呢 就是等于 这两个积分 那现在 我们又可以 由电荷的分布 得知 Transverse Direction 它的向量和 等于零 原因就是 你在这里 产生的一个 DQ在这里 产生一个电厂 朝这边 它是在这里 D1在这里 那你可以在 它的对称的位置 对称的位置 也找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 DQ 那会在这里 产生一个D1 那它的DZ D是朝这边 这两个最后 加起来是零 所以我们只要求 它的D1Z就好了 所以1就等于 这个DZ DZ 就等于 D1 cos Theta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 D1带进去 D1是 是这个东西 带进去 两重积分 一个是对S积分 一个是对Phi 积分 好 那这个积分呢 积分 这就是刚刚上面 那个式子 好 S Phi R 是Theta 是四个变数 所以我们要把它 转换成 两个 转换成S 因为Phi 这里头 就只有Phi Phi跟其他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积分 就是2Pi 那就是 剩下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 S 应该S R Theta 都转变成为 跟Phi有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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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是等于 根号 Z平方 加S平方 Z平方 这个就是Z平方 S平方 开根号 cos Theta 呢 cos Theta 就是Z over R 等于这个 然后把它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来 你看这个积分 就是2Pi 然后积这个 这个积分 是等于 这个东西 你们刚学乎 微积分 应该很清楚 这个马上就 像我们现在都 太久了 所以必须要 查表才知道 查积分表 然后你把它 积出来以后 上下线 带进去 得出来的 就是这个字 好 那么 如果 我们把这个题目 变一下 就说 它是无限大的平面 无限大的平面 是表示在什么呢 就是它的A 变成无限大 它的半径是A嘛 A变成无限大的话 那么 这一项就是零了 那它就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距离它Z P点 这是Z 距离是Z 它的定场是这个 其实它里头没有看到Z 就是说 你距离它100公尺 和距离它1公尺 和距离它1000公尺 高的地方 值都是这个 因为它是无限大 无限大的话 它这个电场就是一个平行线上去 电力线就是一个平行线 好 这一题呢 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 我在习题里面呢 给你们一个题目 也有这一题 你不要用这个方法咯 这个方法做 已经做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什么 一圈一圈的电荷基数 你取一个2πR的一个圈处 再取一个2πR加DR 就是2πR乘DR 2πR这个面积上的电荷基数 在这个上面产生了电场 那这个可以当做一个 我们上一个例题 一个圆圈上面的电荷 在中心垂直轴上的一个电场 可以把那个 就是我刚刚告诉你说 那个可以当公式 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 就说 什么时候当公式呢 就是说你要把它当做一个 基数来用的时候 电场基数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公式来用 如果电荷分布于 无限大平面上 在平面上方和下方 任意个位置产生的电场 与该位置 距电荷平面的垂直距离无关 这是我刚刚话已经讲过了 好 这一张就到这里 我刚刚才听到您的 manually 优众问到你的节目 就全部根本问题 可是大人意味着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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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